冬季气候一旦预见气温低 湿度低 许多民众的气肤就会容易出现肝痒 这俗称的冬季痒 好发主因是因为皮肤缺油缺水 想要避免发生 吸气皮肤应减少过烫热水与清洁剂 不要过度浸泡与去角质 冰块放在塑料袋里面 塑料袋再放在毛巾里面 用这样的冷却的方式处理 这是最标准的方式 那如果你在这样处理它的时候 记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过度的冰肤也可能造成冻伤 那这就是为什么塑料袋外面 还要再套个毛巾的关系 那这是标准的冷敷或冰敷的做法 民众遇见冬季痒 常以错误观念进行改善 以为多清洁就可止痒 一旦皮肤油脂保护被洗净 清洁用品中的活性剂太多 反而容易刺激皮肤 那在家里如果你实在是养得不得了 没有办法 其实你可以把冰块拿来 那这样可以补充的冷 补充的水 然后之后赶快再擦 你手上有的乳液或者有的食用油 那这样一方面补充油脂 一方面有紧急的质疑 那这是一个方法了 遇见冬季痒 以轻微拍打或冷敷止痒 切记不要稍抓换部 减少紧身衣与皮肤摩擦行为 使用安全油脂涂抹肌肤 避免膳事涂抹来入不明药方 严重者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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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